空手道明天就要展开比赛了 包括呢我们这个小清新的文姿云 明天要带55公斤量级 要来对战很多有名的选手 事实上呢文姿云这一次啊 可以说是卯足的权力在备战 而且呢他这一次 我觉得他感觉状态还蛮不错的 事实上呢其实文姿云的成绩算是非常的好 2017年的时候成绩是拿下过世界第一 另外呢他也拿过两次的亚运金牌 其中有一次我觉得很容易是在人穿亚运的部分 我自己到了韩国去采访他 当时他就拿着金牌在我面前告诉我说 我拿到金牌了 所以当时呢我对这个小女生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刻 因为他真的是表现非常的不错 而且呢他也非常的稳定 长得又清清色色很可爱的 除了长得漂亮之外 他的成绩也非常好 那当然这一次呢大家就会很关注 他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所谓的特殊项目 可以拿下这个奖牌呢 因为大家都过去都会说嘛 这文姿云搞不好就是台湾的 另外一个金牌的保证班成员之一 那么当然这一次呢 虽然他目前为止在世界排名是第二 不过听说他抽签签运好像还不错 那当然他有哪些的对手呢 可以看到包括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选手 以及乌克兰世界排名第一 长得也很漂亮的这个女选手 另外还有地主的公元美队 好所以希望呢 接下来进入到后半段的比赛 明天文姿云有机会拿出好的表现了 请大家一定要帮他加油集气 好当然看完赛场上之外呢 大家就想说这几天文姿云到底在做什么呢 当然他有在自己的这个脸书啊或者是IG上面分享了一下 他最近除了在这个训练场上面的这个练习之外 他也有在私人生活当中赶紧做出了一些调整也好啦 或者是说调整状态啊 还有做一些什么敷面膜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好可爱啊 真的泥膜吗 我很想要知道一下 他在这个房间呢 PO出了照片叫做房间做什么系列 告诉大家他赛前的心情感觉上还不错 也蛮放松的 包括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两条腿啊 绷贴满了这个肌肉的贴布 爱美是女生的贴心 你也可以看到你看看起来蛮轻松的 敷上了面膜 这次应该是泥面膜吧我想 另外还有在物理治疗的部分呢 也是非常重要 毕竟对运动员来说 肌肉的放松很重要 还有呢筋膜腔最一定是需要的 放松肌肉在所难免 当然无非就是希望 明天出战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不止如此啊吃东西也是关键了 大家记得吗 我们中天有一位前空手到国手的这个主播 赖振凯之前就有跟我分享过 他每一次呢上场比赛之前 就是要最重要的控制体重 不要看他后来发鼓 其实他非常会控制体重啊 话说回来 这一次呢文智云其实也非常的 在体重上面要去做好一些管理 因为大家都知道赛前的过棒是一道非常大的魔王关卡 所以文智云呢 在最后的关卡也是特别的严格控制体重 你在IG上可以看得出来 感觉上他吃的这个选手餐呢 蛮丰盛的 有青菜啊 有这个生菜有肉啊 有三种水果 不过你知道吗 当然很多人没有去过选手村或是媒体村啦 过去我去过媒体村住过 餐厅其实好多好多东西吃的 那文智云自己就说啊 他其实看着冰箱里面的饮料他很想喝 看着冰淇淋他也很想吃 但是呢他都只能用眼睛看都不能吃 最喜欢的小泡芙也得要再等等了 等到赛后夺牌了 再来好好的品尝 好除此之外呢 明天文智云的比赛希望大家关心 今天还有哪些重点的赛事呢 包括在女子高尔夫球首轮的赛事 今天早上是正式登场了 而我国的好手 徐威林还有李敏 在这个首轮的比赛呢 都搅出低于标准杆的好成绩好表现 其中徐威林啊 更是一度在这个前六栋都抓下了五个Burnie 而赛后呢是站之领先 首轮的赛事结束之后呢 徐威林还有李敏也搅出了69杆 低于标准杆两杆的成绩 并列在第七名距离领先的这个赛点神手啊 其实就只有三杆的距离 希望他们两个人有机会 像他们参见同一样 后来居上超车夺牌 另外呢还可以看到呢 这个标枪双雄 哎今天有一点可惜 黄世丰今天搅出71.16公尺的成绩 而郑造春今天也直出了71.2公尺的成绩 无缘晋级 当然两个人对于自己的表现 其实都非常的不满意 郑造春说他是输给了自己的心态 而这个黄世丰觉得 他觉得自己今天糟透了 当然啦 就是你能够站在奥运赛场上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荣耀 但对选手来说 地关了这么久 真的是觉得很沮丧 不过呢要来看看呢 这个黄晓雯呢 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本来有机会希望要来争取所谓的金牌站的门票 但是呢 最后他在四强赛的时候是输给了 所谓的头号种子土耳其的选手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这场比赛呢 已经是够激励人心了 而且呢黄晓雯也非常好的发挥自己在身高上面的优势 身高很高 高出对手一个手长脚长 他也是把握好自己的优势 但是呢土耳其选手厉害就在这里 人家就是技高一筹 只能这么说 人家呢非常会靠着闪躲 那当然就是拿下了分数 当然黄晓雯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拿下了我们的这个奥运史上的第一面拳击奖牌 同牌作收 当然他的家人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耀 另外在跨栏的部分呢 陈奎如你可以看到就是37年来 再次有这个选手是挺进跨栏110公尺的准决赛 当然今天他其实自己对于自己是非常失望的 他觉得没有把这个最好的实力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赛后他也忍不住的对着镜头是哭了 但是说实话他这次的表现 呃其实超乎很多人的预期 毕竟他才伤喻付出才8个月的时间 好还有看到呢这个是谢云廷啊 今天在抓举还有这个平举总和成绩是170 378公斤才在分组第六 当然因为他身上也是有伤的关系 所以呢其实这次也没有办法发挥到最好的成绩 不过呢妈妈也觉得他真的已经很棒了 好来看到就像刚刚说到的这个亚洲枪神镇造村 今天在比赛的赛场上确实是蛮可惜的啦 当然他自己说呢他其实是输在于心态 似乎是太过紧张了影响到表现成绩 所以第一值的时候其实他指出68公尺 18的成绩 他丢出了这一枪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的面部表情其实是非常不好看的 他也知道这一值表现非常不灵想 而且几乎算是失常 而第二值呢是71.2公尺 那最后一值呢很遗憾 以失败作收 以失格 没能拿到晋级的门票 当然家人其实看到他也很惊疼 举起手卯足全力用力往前一直 台湾黄敬右臂郑兆村在冬奥标枪资格赛登场 家人在桃园也守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集气 郑兆村的太太和宝贝儿子还穿上特制T恤 为他因缘 总共三次市值机会 第一值他值出68公尺18 第二值71.2公尺 把握最后一次机会 无奈投职失败 没能达到晋级决赛门槛83.5公尺 留下最佳71公尺20的成绩 但也确定无缘晋级决赛 练习都不错了 就是比赛的时候就可能失常一样 三年后再来加油 这次没有进决赛 进去就好了享受比赛 成绩就决定一切了 就是再加油了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2017年台北市大运黄金右臂郑兆村 惊天一职 直出91.36公尺的成绩 成为亚洲记录保持人 拥有超强投职力 四年前服役时 在军中也展现实力 手榴弹投职 扔出80公尺的惊人成绩 打破单位记录 看好这次有望卫台湾 再夺一面奖牌 但首次征战奥运 紧张情绪影响了表现成绩 我觉得太想听了啦 他只要第一次不好的话 不好的话都影响到他后面 他就开始有情绪 紧张就懒 丢了88公尺应该没多 口袋高了 很可惜 亚洲枪神没能发挥最佳实力 过去两度因伤错过五环殿堂 如今登上奥运舞台 虽然没能复制是大运旌旗 但还是为自己写下新页 力拼三年后再来 记者张罗彭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中华英雄超级赞 世界球后戴思盈 对战奥运女单第一种子 大陆队陈宇飞 顶尖对决 拼战三局 戴思盈拿银牌 写下台湾羽毛球 奥运女单最佳成绩 中天新闻 与您一起为中华队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a-